來 現在有關於財經公司的董事長是誰派任 財經公司的董事長是誰派任 我們會報到行政院 所以是誰決定 行政院 行政院決定 那你們這次報給行政院的人選有誰 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些都是公家的職位啊 不應該拿來酬庸啊 我不希望看到的情況是什麼啊 我明大一公布了以後社會華然 又是誰的親戚 然後當一天辭職 央行這件事情能不能夠承諾我 絕對專業考慮 我想我們一向推薦人選都是從這個 不是嘛 你們所有的主管機關跟台灣民眾講的是 我們永遠都專業考慮 但是你們所謂的專業考慮 公布出來的人選社會上面評價怎麼樣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啊 前任董事長出來了以後的評價是怎麼樣 央行也可以自己去看啊 你們在這邊都講專業考慮啊 專業在哪裡 經得起檢驗嗎 我只是善意提醒央行這件事啦 我希望你們這次董事長的名單公布了以後 不要又繼續去酬庸 讓大家覺得失望